神魔節下半部正式開始 部分的活動跟上半部差不多 今天特別要提的是 有一個回鍋任務賞 只要你是回鍋玩家 就可以透過不同的任務 獲得大量遊戲虛寶 魔法石甚至稀有黑金抽卡機會 而回鍋玩家也可以選擇一位推薦人 那推薦人也會有一些許的遊戲虛寶 算是針對回鍋玩家所設計的一個活動 再來繼續神魔節下半部 第一集 連環登陸賞 每天登陸都可以獲得不同的遊戲虛寶 這個活動已經開始了 那這些虛寶都是要當天登陸才有效的 那第二個 累積登陸送 只要達到累積7天 就還可以獲得精選黑金一抽 那這些黑金裡面有很多 都還是現在可以使用的隊員 那也祝大家黑金一抽能夠運氣爆棚 然後第三個 每週抽不停 每一個禮拜登陸都會送召喚師 非常多的召喚券 然後來讓玩家一個抽卡 那其中包含銀白召喚券10張 跟幻彩召喚券一張 只是我自己好像都還沒有用這個中過黑金 有一點非洲 好 不說了 再來第四集 有一個全新的挑戰任務 小妹的夏天來了 期間開放兩個關卡 懶人包上篇算是刷小妹這張卡片 而下篇的話 則是刷一些素材 但是就不會掉卡了 就看玩家想要刷哪一種關卡喔 然後再來第五個 這個算上禮拜有介紹到了 神魔節夏篇開始有兩個黑金即將上修 同時也會推出他們的卡匣 到神魔節夏篇結束 那這個卡匣是一個卡匣 但是是可以保底作為切換的 就是魔拳在握巴黎 以及美索不達米亞 這兩張都還算是不錯的黑金卡片喔 再來神魔節有特別推出兩種禮包 那一個是港幣38塊約等值150塊台幣 沒有背包25個 龍科背包25個 以及體力藥水 雖然沒有魔法石 但是上面這些換算魔法石的價值 算是比直接購買魔法石還要划算 然後再來是禮包2 一樣也是包包的 然後這兩個禮包都限購一次 給玩家一個擴充包包的好機會 然後再來神魔節夏篇部期間 只要進行角色強化合成 都一定會超絕或者是完美 而最後一個 之前有稍微提到 龍金屬封印又追加一個全新的卡匣 這個卡匣主打內容是魔王成就龍客 而其中更是有人氣真的爆棚超高的 九封王龍客在裡面 可以當作保底選項 如果你還沒有九封王龍客 這個一定要優先趕快拿到 而其實還是有一些其他不錯的龍客的 玩家們也可以瀏覽看看自己需要哪個龍客喔 好了 那麼神魔節的下篇活動介紹到這邊 而回鍋的內容官方還在規劃整理 那到時候再以官方公布的資訊為主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想在第一時間看到新影片通知 馬上訂閱神魔之塔官方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